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十年时间给出了答案 前段时间有一部热播电视剧叫《人世间》 其中有一句话让我深有感触 有父母的地方才是家 然而一场变故让年仅九岁的小城 永远失去了家 十年前的一天傍晚 小城从往常一样 在饭后拉着父母的手一起外出散步 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 一家三口显得格外的幸福温馨 突然 一阵刺耳的急煞车身打破了瓶颈 一辆车向三人急迟而来 在危急关头小城被一把推开 当她爬起来的时候 看到爸爸妈妈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 任凭她怎么呼喊 拖拽 爸妈都没有回应 只有生红的血不断涌出 突如其来的事故 给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农村家庭 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父母的离世 导致家中失去所有经济来源 留下三个常年患病的老人 和年仅九岁的小城 嫌疑人家中也一贫如洗 无力承担赔偿责任 因为罪嫁和逃逸 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在案件移送本院后 立即启动了司法救助程序 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 我们及时开辟了绿色通道 仅用了十天 就将八万元司法救助金 发办到位 同时与相关部门协调 为小城办理了孤儿保障 法律援助 申请了困难学生补助 并减免了在校的费用 为了尽快 帮助小城走出困境 我们联合心理咨询师 为小城和他的爷爷奶奶 开展心理疏导十二次 在悉心呵护下 小城的精神状况 明显得到改善 他也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戒备 从一开始的沉默不语 到愿意敞开心扉 与我们交流 再到后来 每次得知我们要去 都提前在门口等候 看到车来了 都开心地飞奔过来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我们为小城量身定制了 十年帮扶计划 2014年以来 我们想方设法 尽可能地弥补 小城缺失的关爱 在周末时 我们带上小城 去游乐园尽情地玩耍 和小城切磋魔方 乒乓球 在假期时 帮助小城 报名夏令营 兴趣班 邀请来院 体验检查生活等等 每逢重要节日 我们都会带着 学习和生活用品 前往小城家看望 可惜的是 这么多年以来 小城的成绩 一直在年级 名列前茅 每次去的时候 爷爷都开心地 把小城 拿着三号学生 学习标兵等奖状 跟我们分享 奶奶拉着我们说 孩子很懂事 一有空 就帮着做做家务 通过定期 与班主任联系 我们了解到 小城在校期间的表现 也很好 2020年的一天 我们收到一封 小城的来信 他说 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江陵高级中学 强化班 我看着信 感受着字里寒间 透露出的喜悦和自豪 不禁湿润的眼眶 一个自由遭遇巨大变故 打击的孩子 通过他自强不息地 拼搏努力 一步步走出了黑暗 正通往人生的光明大道 回顾十年帮扶路上的点点滴滴 我们基于小城的 也许只是飞水车星 但承载的却是检查机关的 司法关怀 多年以来 我们跨越千山万水 走进一个又一个困境家庭 通过救助和帮扶 助力他们走出人生的低谷 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司法办案 更是一场连接公平正义 与人文关怀的双向吩咐 在新时代检查路上 我们用真诚守护群众 用关爱温暖弱者 我们怀揣一心为民的赤诚 一路奋进 用实际行动 践行司法为民的 蒸蒸誓言